我们在荷兰请的搬家师傅今天终于来了 大家看我们新买的柜子现在正通过电梯 从一楼缓缓地升到二楼我们的阳台 为了租用这个电梯 我和荷兰哥吃了锯子 每个小时175欧和人民币1300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送家具组张家具的故事吧 现在是早晨的八点半 我和荷兰哥一早就起来把家里收拾得一干二净 等着来送柜子的工人 之所以这么早早地准备好一切 是因为租用这个电梯不仅价格昂贵 而且还是按小时收费 从车开过来准备开始搭建电梯开始 就已经开始即时收费了 之前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柜子是今年的五月份 荷兰疫情刚解封 我们就从家具城买的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五个月才送过来 其实家具城的工人是免费来送柜子的 但是上一周家具城的工人来送了柜子之后 表示我们柜子太大了 在楼梯的转角处转不过来 并且柜子也太重了 所以要求我们必须订一个电梯 然后我们就一直把新柜子 储存在楼下的公共空间 为了不太长的时间占用公共空间 我和荷兰哥这周就迅速地订了一个电梯 我们在网上一查之类的电梯 价格都很昂贵 一小时最少150欧和人民币1300左右 一会儿柜子就会放在家里靠墙的这个位置 现在电梯工人正在缓缓地把电梯升到我们的阳台准备卡上 电梯工人还是很负责和专业的 今天早早就来了做好了准备 给大家近距离地拍一下这个轮子是怎么卡在我们的栏杆上的 感觉还很牢固 荷兰现在大件家具的搬家基本上都是租用这样的电梯 师傅现在在调试设备确保运输台可以顺利地从一楼运到二楼 一转眼就到九点半了我们的电梯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家具工人居然还没有来 我和荷兰哥坐在客厅等的那叫一个望远欲穿和心急如焚 这要是还不来我们又得再延长一个小时 又得再多花1300块钱 电梯工人都在底下等的无所事事的开始玩手机了 过了一会儿家具城的女经理来了 大概就是宽慰一下我们说家具工人在路上了 遇到了点一点问题马上就会到 前胡万唤中两个师傅终于到了 现在大家在一起合作把柜子抬到电梯的运输台上 然后就有了我视频开头的一段 柜子从一楼到二楼缓缓地通过电梯运输上来 现在已经成功地到达了我们的阳台 然后家具工人再转站到我们的阳台 把家具卸下来顺利地抬进我们的屋里 至此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下的都要我和荷兰哥来进行 包括把家具掉个头啊挪到墙边呀 然后把家具拆封啊 家具厂免费的工人只能帮你把家具搬进屋里 剩下的都要自己来 师傅们走了之后 我和荷兰哥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柜子挪到了墙边又掉了个方向 下一步我们要对柜子进行一些简单的组装 柜子的把手为了方便运输都是安装在内侧的 我们现在要把它卸下来安装在外侧 还有几块小木板要拼装组装一下 我们这个柜子买的时候是800欧和人民币6300 质量还不错 是全实木的并加了一点金属 买的时候店家问我们需不需要加灯 一个灯25欧和人民币19 我们加了三个 不过现在看效果一般 组装完柜子之后 荷兰哥做最后的清扫工作 今天我们两个人也是付出了大量的体力劳动 所以晚餐就他做 简单一些 今天晚上荷兰哥做烤蔬菜 然后再煎两块肉 把西葫芦 胡萝卜 洋葱和菜椒都切成小块 上面抹上橄榄油 再倒上黑胡椒粉和盐 烤箱预热加热之后 把蔬菜放入里面200摄氏度烤15分钟 再来煎两块猪肉排 这是超市已经处理好的 4欧两块和人民币30块钱 黑胡椒粉用完了 荷兰哥现在再往机器里面 灌上一点新鲜的黑胡椒 平底锅加热预热之后 倒入橄榄油 放入猪肉排 准备开始煎 今天的猪肉排还挺大的 一个锅还放不下两个 所以还要再准备另外一个锅 我们烤箱里做的烤蔬菜也做好了 今天的蔬菜里面荷兰哥还放了一点地瓜 感觉地瓜和胡萝卜烤的时间还可以长一点 细葫芦很容易熟 今天晚上这顿简单的晚餐就准备好了 荷兰人做晚饭基本上就是煎一块肉再配上蔬菜 他们吃晚饭通常是没有主食 所以饭后经常会加甜点 我做中餐通常会搭配面条 米饭甚至是面包 这样的话通常都不会再吃甜点了 荷兰哥现在再给我递过来刀叉 给大家近距离地拍一下烤的蔬菜 我感觉烤的还都不错 看起来都熟透了 我没注意到里头还有茄子呢 那今天晚上这个蔬菜业 种类可真是够丰富的 我们要准备吃晚饭了 祝大家天天有个好心情呀 大家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呀 我们下期再见